大家好 我們是東京走著橋 我是包伯 我是文 我們今天要介紹古跟籤散步遊 所謂的古跟籤就是古中跟金 籤頭目三個鄰近的地區 首先我們先從上野公園開始吧 我們現在所在地非常靠近東京藝術大學 所以從這個區域出發的話 離古跟籤比較近 在國際兒童圖書館旁邊的上島咖啡 看起來很復古又很愜意 這家愛玉子就是賣愛玉的 然後老闆非常非常喜歡台灣喔 中餐來吃上野櫻木的菜汁花吧 這家店是以魚類料理溫足的做多料理 它的南瓜吃起來非常新鮮 然後有點脆脆的口感 它這個鮪魚啊 不是一般吃到的生魚片的味道 它是有點像醃製過的熟成的魚 所以味道呢比較有層次 再搭配這個胡麻醬 非常的香 這是茶泡飯帶有茶香的高湯 這個茶泡飯吃起來非常的香 因為它那個茶綜合著它那個高湯的味道 帶有茶的清香 然後可以吃到一點它那個炸的米 然後還有配上這個魚肉 整個雖然清淡可是味道非常的足夠 吃飽了我們繼續散步去吧 這個地方是東橋推薦的上野櫻木阿塔利 它是一個小小的區域 然後裡面集合了蠻多有趣的店家 這個小區啊它的建築物都非常的有特色 有點復古 另外呢它這裡有買賣啤酒咖啡廳 還有麵包店 我們現在離開了阿塔利 要往古中林園的方向走 古中林園這邊有很多知名人士 以及文人墨客的墓 那記得來這邊的時候要保持一個尊重的心 當個良好的觀光客喔 離開古中林園之後啊 我們已經接近日墨里車站了 接下來要前往古中銀座商店街 古中銀座商店街 這裡有很多特色的商店 像我後面這家就是在賣二手的和服 在我身後就是古中銀座商店街 帶大家去逛逛吧 這是商店街裡面的炸物店 Sizuki的Machikatsu 哇這個絞肉真的非常非常的豐盛 這邊的商店街非常具有夏天的風味 所以很適合拍照 我們現在在重生風格的咖啡廳見真堂 休息一下 這家見真堂啊 是我們的朋友Mito推薦 具有沖繩風味的咖啡店 這家位於二樓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古中銀座商店街的街景 喝完咖啡囉 我們繼續在這邊逛逛吧 我們離開商店街囉 那我們繼續散步走下去吧 啊 在這周遭到夏天來換一換 有時候會找到一些很酷的咖啡店 像是一家哈雞咖啡 我們剛剛散步了一陣子 然後就走到這個超級有風味的小巷子 就來拍拍照 這邊是前往千坨木站的路上 大家在散步的時候可以特別留意一下 可能會發現一些有趣的小店喔 像我身後的這家TOKYO BIKE RENTALS 它就是有出租腳踏車 然後也有複合咖啡還有他們一些精選的雜貨跟小巫 還有他們一些精選的雜貨跟小巫 有時候也想買一些土產啊 這包鮮貝350塊之幣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明治八年創業的駒鮮貝吧 非常酥脆 然後又帶有醬油和米的香味 那我們現在到這邊已經算是到千坨木區域了 千坨木區域也有這種很溫馨的咖啡店耶 COLO Y紀念館 本身也是個非常非常有設計感的建築 那我們現在來到股坑前的最後一站 跟金神社 跟金神社真正的歷史已不可考 跟金神社真正的歷史已不可考 但目前的本店是1706年建造的 它的建築特色 承繼了日光東照宮的樣式 或指定為重要的文化財 而且也是東京時神社之一 神社內必訪的還有儀女道合神社的千本鳥居 我們現在到了跟金車站囉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跟千坨區散步之旅 我是包伯 我是文 大家下次見 拜拜